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醫師頻道 我是黎醫師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四神湯 我們剛好立冬,現在這個天氣最適合喝這個湯水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 我們第一樣的材料就是淮山 淮山是美甘性皮 是龜皮肺神經 主要作用是健皮補虛 知精故神,知珠虛百損 療五勞七傷,益胃,知肺養神的功效 中醫認為淮山是藥食兼用 上能夠養肺,中能夠補皮,下能夠益神 似乎是保而不濟,知而不離 君而不躁,有滋補上品的味譽 所以如果有看我的病人 都知道我會經常推薦 病人去喝淮山水 第一個不要緊,我們日後再講怎樣做 有些人不會問,究竟是鮮淮山還是乾淮山 我們在這裡會為大家推薦 主要用乾淮山來煮湯會比較好 鮮淮山的滋陰生功能比較好 但乾淮山的健鼻液氣能力比較強 第二樣就是我們的伏靈 伏靈是美甘淡,聖平 歸心肺皮神經 主要的功能就是泥水滲濕,潔皮靈芯 古人就稱伏靈為四時神藥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它的功效很廣泛 無論是四季 它也可以跟不同的樣物配偶 而發揮到它的獨立功效 在市面上我們會看到的 很多時候會有伏靈片,伏靈塊,或者伏靈卷 它們的三個分別是什麼呢? 主要是它們切出來的形態不同 伏靈片很簡單,去皮後切片 通常有不同規則,或者不同的厚薄 而伏靈塊,就是伏靈去皮後切成一小塊的立方體 而伏靈卷通常是很薄的,所以它就會切成一小塊的 之後我們會再說為什麼它要這樣做 接著就是我們的蓮子 蓮子是微甘微劫性皮 入了心肺神經 它的作用是養心安神 補皮益神 酷精劫腸 健老益智 消除皮膚 一般市面上我們都會看到紅蓮子和辣子 它的分別在於紅蓮子比白蓮子多了一個E 紅蓮子除了E之外就等於白蓮子 但它們兩個分別在哪裡呢? 白蓮子容易煮懶 以及最主要的功效都是在強胃健皮 而紅蓮子補血的作用是白蓮子大 所以多數用於養心安神 但由於紅蓮子的皮其實有少少夾 煮出來的湯是紅色的 所以外面街邊我們多數吃的蓮子都是白蓮子居多 但如果自己用的話當然我們可以選擇紅蓮子 最後一樣就是我們的磁石 磁石它是微甘劫性皮 它是龜皮神經 它有補皮紫瀉 益腎固精 去濕紫大功效 而磁石更加被以為水中人心 在古書仍然的磁石 是嬰兒食之不老 老人食之延年 而今天我們使用的就是製的磁石 製的磁石是用鹽水蒸製過的 所以製磁石的補神能力 比一般磁石更加高 而且你見到我們的配方 我們不用加鹽 因為製磁石本身已經鹹鹹的了 所以如果大家用製磁石再煮 就要注意鹽的份量 我們要怎樣處理藥材呢 剛才我們說為何復苓要分幾個形態呢 因為復苓本身是一個磁石體 所以它是製水的 無論怎樣煮都不會爛 它只會變軟 如果你遇到一些復苓 一煮就爛的話 那些人會加復的 不過香港就應該沒有這些東西的 如果大家怕藥材裡面的硫磺成分的話 大家可以嘗試用這個方法來清洗藥材 首先我們用清水浸泡的藥材 過免大概一至兩個小時 然後就令那些二氧化流融在水裡面 然後那些水倒進去 如果可以的話 就把之前浸完的藥材 就在太陽上面曬光 就可以令養的二氧化流揮發 如果不能夠去曬光的話 再用清水浸多一至兩個小時 然後有些水倒進去 之後再用那個藥來煮的藥材 盡量希望將 含有的二氧化流的成分 降到最低 成容起來更加安全 我們這次選用的是一些無硫磺的藥材 我們就這樣用清水浸兩個小時 然後將水倒進去 然後再抹乾就可以備用了 而遲實它只需要用普通的清水浸一個小時 然後水倒進去 然後就可以再抹乾就可以備用了 蓮子就什麼都不用了 蓮子只要洗一洗 去掉一些塵 就可以備用了 大家可以看到浸完之後的淮山和復苓 是很軟的 一撕就會爛的 這個代表它差不多都可以了 我們準備好材料就可以放進鍋裡 放進鍋裡之後 再加適量的涼開水 倒進去之後 我們就開大火 在這個水還沒滾之前 不如就讓我們了解一下 為什麼四神湯會叫做四神湯呢 其實它有一段故事的 相傳清朝的乾隆皇帝 有一次下江南的時候 隨團的四位大臣 由於日夜勞碌加上周居勞動 而相繼病倒 就連面對這個情況 當時的御醫都束手無策 所以乾隆皇帝只好在當地的知府 將綁求醫 之後就有個真人過來揭綁 過來打過物之後就開了一條坊 果然四位大臣服用了這條坊之後 就馬上康復了 之後乾隆皇就很開心 就宣告天下 就四神私食 從此之後 每次有官藍巡都會以這個坊 來養生子 而久而久之 這個四神湯的名字 就在民間廣為流傳 就變成現在的這個四神湯 聽完故事 水都開始滾了 水滾完之後 就開始調小火 然後再煲45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四神湯對我們有甚麼好 四神湯對我們五藏六虎 其實都有功效 特別是對我們的脾胃功能 更加有幫助 而脾胃在我們中醫所說 是我們的後天之本 如果我們把脾胃調理好 自然身體就會健康 其中伏靈和蓮子 更加可以安心我們的心神 讓我們睡得好 自然就精神好了 自然我們的抵抗力就加強了 其次 就可以幫助我們排濕 因為四神湯 有很多補腎的利料功效 它可以令身體排走濕氣 燒了水腫 而可以減少我們因為濕氣 長的斑 或者濕疹的問題 而這個湯最特別 就是它既可增肥 亦可減肥 甚麼意思呢 正正因為四神湯有保抑皮陰 和口實腸胃的功能 所以它非常之適合 一些怎樣吃都吃不肥的人 還有一些喝口水都會肥的人 就是那些特別消化功能不好 容易餓 吃多少肉都長不了肉的人 這樣就非常之適合 好,最後也可能有些人會問 例如我們喝過湯 湯渣我們吃不吃好 首先我覺得 伏靈我們可以不需要吃的 為甚麼呢 因為伏靈一般煮完之後 它的有效成分 它已經融入了水爐 而且最主要是 口感不太好 口感不太好 所以一般來說 伏靈也不會怎樣吃的 至於怀山 蓮子 或者是磁石 我覺得都沒甚麼所謂 這些都可以吃的 最後我們就要講 究竟有甚麼人 是不可以喝的 首先當然就是孕婦 以及月經的女性 都不要喝 而糖尿病患者 我們都不太建議 因為四神湯中的磁石 伏靈淮山 都有降血糖的功效 如果它和血糖藥一起用的時候 有機會令血糖過低 所以大家要小心 糖尿病患者 偶然去喝下四神湯 當然如果你想喝也可以 建議和 降血糖藥 隔開兩個小時 避免降糖作用太強 感冒的人都不要喝 因為有少許保益作用 所以就不太建議 最後這個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有便秘 腹象的人 不要喝這個湯 為甚麼呢 因為雖然說 這個四神湯 有健脾養胃的功效 但裡面其實 幾樣樣物 蓮子磁石 懷山 都有收斂的作用 所以如果他便秘很厲害的人 就不要喝了 因為他會加重便秘的症狀 所以如果你喝這個湯的時候 你本身的腸胃 可能是幾天才開始大便 喝是可以的 但是湯渣就不好吃了 因為湯渣的話 你會有收斂的功效 更加強 但當然 具體也是建議大家 去回大家的喜歡 問問你喝不喝 在醫生指導下服用才是最好的 好,今天就和大家介紹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